大家好 我是林祖 这几天总是下雨 这个肉就回潮 有点长霉了 今天我们来清洗一下 然后给它保存起来 这是我们这边自制的腊肉 我们这边洗腊肉的话 一般都会用到这种食用碱 它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的话一定要用开水洗 才能清洗得更干净 这一口 用水洗手 在红色里面 上渺的水 如果就像鱼蜃饼 一起将鱼入鱼 加入鱼蜜肉 是那个杀好的猪 直接用盐腌起来 这个毛都没有烫掉 我们吃的时候才会给它烫毛的 要仔细的给它清洗干净 用开水洗的话 这个肉也不容易坏掉 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这个腊肉就已经全部洗干净了 洗了四五遍 我们洗腊肉的话 一定要选择天气 太阳好的时候 洗干净之后 放在太阳底下晒一到两天 将它表皮的水分全部晒干 这样我们储存的腊肉还不容易坏 已经晒了两天 这个腊肉差不多都晒干了 像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给它储存起来 我们一般储存的时候 都是一次吃多少 就切多少 这么一大块的腊肉 分成五块就差不多 有肥有瘦 看一下这个腊肉自己熏制的 特别特别的香 看着就流口水哦 然后我们准备保鲜膜 给它一小块一小块的包紧实一点 像这个样子 一定要将里面的空气 给它排掉 像这样全部包好之后呢 我们给它放入冰箱里面 一定要冷冻式保存 包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冰箱 放冷冻式冷冻 这样子保存的比较久一点 想要吃的时候 随便拿一块出来 就能做一大份 特别的方便 也不用贪心 它会变质 但是用这个方法 也有一个小弊端 就是解冻的时候 时间长一点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种 解起冻来 比较快一点的保存方式 同样姜肉切成小块 这个瘦一点 小孩子比较喜欢吃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保鲜蛋 这是可以密封的保鲜蛋哦 然后准备食用油和刷子 把腊肉表面 给它刷上一层薄油 这样可以防止 表面的油分和水分流失 然后给它装入保鲜蛋里面 风口保存就可以 将里面的空气 给它稍微排掉 像这样就可以 如果家里有烙肉吃不完的 千万别坏了 像我这样储存起来 随吃随取 非常的方便 我还给它肥瘦搭配了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林子 如果有更好的储存方法 记得分享哦 关注我每天更新 oui 我们下车就带我来